好了 講過今天的主題 大家可以預計 接下來 這個會是他們主要的策略 就是要抹黑抗爭者 特別是年輕抗爭者 將 所謂的世代 將兩代人撕裂 互相仇視 這件事情不要看輕它 因為你現在看我Facebook Live 的時候 你當然不會是上當的 但是 我剛才說 那些看開這些建制媒體的人 他是會相信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真的要 無必要很小心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我們自己的行為也很重要 抗爭者的行為也很重要 所以在這個時候 有一些事情 是不可以做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策略 是要爭取最多的香港人 去同情 我們的抗爭 這個是我們現在目前主要策略的主要策略 要爭取最大多數人的同情 是怎樣才可以爭取最大多數人的同情 就是盡量不要影響民生 不要影響民生 我都說了 我們這一幫所謂有抗爭意識的人 我們想什麼呢?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當然很明白 不合作運動的疑理在哪裡 我們當然很明白 要逼政府讓步的時候 我們要步步進逼 我們當然明白 這些政府一天不去撤回惡法 我們是要繼續去施餘壓力 這些我們全部 抗爭者都會明白清楚 現在我在說什麼呢? 其實一群抗爭的理念未必是這麼強的 總而言之 我這條的送中條例我也不同意的 我不同意的 唉 都是影響經濟啊 就像長輩圖所說的 影響經濟影響民生 不要啊 這件事情不要啊 這一幫人呢 他們的抗爭意識沒有我們這麼強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是要 將這一幫人 盡量不要 他們那個 由支持我們變成一個反對的態度 所以怎麼樣呢? 譬如舉例 包圍稅局 今天 你看到現場已經有一些人是很不滿意的 我想交稅啊 但是最好笑的情況就是說 從來香港人沒有這麼熱心交稅 那種人說 我要交稅 你為什麼不給我交稅呢? 好了 不過 這件事情就是 喂 那些人就會覺得 他就開始對你們 這幫抗爭者 就產生一種就說 哇 你們大了嗎? 我要交稅 你不給我交稅 你或者你阻礙我交稅 你們大了嗎?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有更好的方式就是叫做 用另一個方法叫做合法抗稅 合法抗稅 就是說用一些手段 去增加稅局的工作 譬如包括 如果大家寫輸入的一個關鍵詞 叫做抗稅運動 其實獨立媒體已經有一系列的文章 是講抗稅運動 是可以怎麼做的 包括 寫一元的支票 交稅的人寫一元的支票 包括是 就是一元一元那麼交的 也包括就是說 跟稅局說 你不見了那個保稅表 要求他再發一個保稅表給你 就只是增加了政府的行政負擔 而是不會影響了市民那邊的 盡量不要影響他們 那麼又舉一個例子 包圍警總 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情其實 對於 很多香港的市民 他有不舒服的 其實看到包圍警總這件事情 他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也不想警察 一個維持治安 香港治安的警隊 是受到一種這樣的對待 他也擔心一件事情 當他看到的時候 真的會聯想到這個所謂文革青年 包圍立法會就可以了 是的 我同意 吳小甜 包圍立法會對於民生的影響較少 好了 但是包圍警總就不同了 包圍警總就會 導致那群的錢男司 就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 instead of 包圍警總 我們應該是結合社會各界的抗爭力量 就是會有抗爭意識的力量 就是什麼呢? 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另外其實 這個 上次我的短片講 國際特赦組織 有提出的要求 這個也都是我相信絕大部分走過出來 200萬人走過出來的人 是會贊成的 是會支持的 這個也再一次再 reinforce 回 我們抗爭者的理性 因為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是一個法治社會 會應該要做的事情 一個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 你所謂的暴動嘛 政府所說的暴動嘛 哇 在暴動 六、七年的暴動 現在 你又說暴動 那是不是應該要調查呢? 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 理所當然了 所以你提出這件事情 其實我相信這就是絕大部分香港人會同意的事情 好了 還有 跟這些國際的組織 一些國際的人權組織去聯繫 再繼續去施壓 向香港政府去施壓 不僅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很可能就是 對於他們過去違反人權 不給香港的普選 延遲香港的普選 現在應該說已經有政黨提出要重啟政改 譬如這些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再一次呼籲 那些包圍或者倒露 這些行動呢 我覺得應該是可面則面 接下來626 接下來711 這些我們都可以繼續用這樣的方式 是國際社會 都會 認可我們這個方式 跟著這個方式 可能會有助我們去 爭取諾貝爾和平獎 那麼這個時候 我希望可以呼籲到 年輕的抗爭者 請以爭取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支持 作為你們的抗爭策略 我也對你們有信心 我對你們有信心 年輕人過去做得很好 我現在所說的事情 可能你們都知道的了 那麼我希望 包圍的事情 少一點發生就最好了 我相信6月之後 這個G20高峰會之後呢 香港或者也有很大的變化 究竟是變好啊 還是變壞呢 兩個可能性都有 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 中共會在過了這個G20之後呢 就大舉反擊 又有這樣的可能 第二 也有很可能 之後我們整個抗爭運動 吸納了很多經驗之後 我們做得更加好 那麼以致可能是 可以復盤在整個區議會選舉當中 我們做得很好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真的視乎 除了形勢之外 也視乎我們會怎麼做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